美国要开辟第二战线和中俄打一场特殊战 前奏已经开始了 咱们要打起精神迎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淑君 欢迎收看严淑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美国要开辟第二战线和中俄打一场特殊战 前奏已经开始 前两天呢 美国众业的一场听众会上 美国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说 美国要和中俄两国在中亚南亚地区 进行一场重要的较量 什么方面的较量呢 信息领域上的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说 这是要打信息战 但其实要我说 信息战这个词还是用的太保守了 说白了 美国就是要煽动暴乱 搞颜色革命 在听众会上 唐纳德卢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美国给哈萨克斯坦的当地媒体 提供财政支持 这减少了俄罗斯等国对当地的干涉 有助于民众获取真实的信息 对于这话 我就不讲什么大道理来反驳了 只说几个简单的例子 2022年1月 哈萨克斯坦政府上调了液化气价格 很快 全国范围内就爆发了大规模U型示威活动 之后政府马上就把价格调了回去 阿里来说 示威活动应该慢慢平息了 但结果没有 相反 抗议愈演愈烈 反对液化气涨价的口号 也变成了反对总统 甚至抗议的民众还开始攻击总统府 国会大厦等地方 这要说背后没有黑手在挑唆 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而黑手通过什么方式来挑唆呢 就是利用他们控制的当地媒体 以及非政府组织 去年5月美国代表出访中亚之后 吉尔吉斯坦政府马上封禁了当地的一家电视台 原因就是经常为反对派说话 6月初欧盟领导人刚走没几天 吉尔吉斯坦政府就破获了一起政变事件 据政变参与者交代 他们在等着国外打来的资金给成员发工资和策划政变活动 再说说南亚 最近孟加拉国的暴力冲动 大家都看新闻了 事情的起因是功臣的后代 占据了太多的公务员名额 引发广大老百姓的不满 于是上街抗议示威和哈萨克斯坦一样 到这一步都还说得过去 但之后孟加拉政府大幅缩减了工臣后代的公务员配额 可是抗议和暴力冲动还是没有平息 口号诉求也变了 由废除工作配额改成了哈西纳下台 还有孟加拉国总理府网站也被黑客入侵了 还用红色字留下了一句话 这不再是抗议而是一场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五月 美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换人了 差不多时间段哈西纳爆料孟加拉国大选之前 有白人上门威胁他 要他同意让某国建立空军基地 不然就要找他麻烦 他拒绝了这个要求 六月份印度媒体爆出 美国中情局策划在孟缅印度东北 扶持一个基督教国家 美国就是想对付中国的同时 敲打一下印度 但目的不跟美国含糊 转头就去了俄罗斯 把美国气得够呛 美国哪能吃这个亏 哈西纳访华回国 说是要把提斯塔河项目交给印度 话说完没两天 国内就暴乱了 往小了看 这是在报复 往大了看 这是在进一步敲打印度 根本目的还是对付俄罗斯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